你们俩谁挣得多着 现在是他挣得多 我们注意这个男生说的几个关键词 第一 提到次数最多的是生殖 第二是他的上司拽拽的 第三就是他的这个表情 满脸充满了无疑 我觉得他想象力真的很丰富 我要是你女朋友 我也觉得你特别的无理取闹 我亲眼见到他跟他的上司 在反侠那么长时间 你亲眼见到是吗 那我现在也让你亲眼见到 你能看到什么 你刚才那个画面你能想象什么 我在我女朋友 就是因为伞挡了一下 然后就那么几十秒钟 这是通过你的想象出来的 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子 已经是别人的女朋友了 在跟上司也好 任何一个异性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用一个稍微过分点词 就得略加检点 毕挺他在这件事情上 跟女朋友较真 要么辞职 你要么跟他 我反对 反对 我觉得你就是没事在找事 然后就让他觉得你是属于我的 然后从他那个地方得到一种满足感 就是你说什么 他必须听什么 其实有没有呢 真的只有你自己 自己清楚 那有没有第三种可能 就是你的女朋友和上司之间 根本就是清清白白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种事情呢 如果说是我说的这种情况的话 那你是不是做的所有的决定都是错误的呢 哎 我就特纳闷了 你们平时下班的时候经常和男上司 就是不方便回家我会送他 这你们的家人得内心多么强大呀 才能够置若罔闻 视而不见 不动于衷 其实这点我可以理解 那我再追问一句 有多少工作需要在私家车里下班路上去解决 有多少工作需要在咖啡馆里 就你们俩来商量 种种迹象表明 那个男上司是在向你的女朋友进攻 而你的女朋友也立场不坚定 我可以这样说 我24岁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男生 他首先给了我一份非常好的工作 并且在工作上面肯定了我 生活当中再对我稍微有一点点的呵护的话 我不排除我不心动 所以小伙子 尤其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 千万不能乱了方寸没有准备 否则自己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 好的